画面上是国际服轮3490地区跟基隆分区各服轮社 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演艺厅 举办这场爱救世光经典传唱的基隆服轮慈善演唱会 邀请多个社服机构表演团体带来精彩演出 国际服轮3490地区总监夫人郭素金 亲自上台展现好歌喉 用歌声传递温暖的力量 今天非常荣幸来基隆参加这个慈善演唱会 让我们福轮的爱传递下去 谢谢 这次也邀请到市长歌手 同时也是全球福轮首位市长社长林信红 来到基隆分享励志的生命故事 也带领相信经典乐团唱出一首又一首动人的旋律 爱神 爱神心情可以造成 爱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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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抱着风 爱神 爱神 这次呢 这次呢 非常荣幸接受国际服轮3490地区 我们的基隆分区的主力总监 那还有整个号召我们基隆地区的所有的服轮社 来举办这一场这个爱就是光 这个传爱的经典演唱会 我们第一次来到基隆地区 那把这份爱呢 希望能够带给我们基隆地区所有的好朋友们 那也希望透过这次的一个演出 让所有的好朋友充满爱 让我们对人生充满希望 其实这次的活动我们筹备了很久很久 那其实真的 这大型的演唱会还有一些 我们也邀请一些弱势团体来颁证一些证明 买一杯奖金给他们 只是说这个活动就是靠大家 也是靠我们的国保 你看李市长他也帮忙了很多 那还有我们总监本人 还有我们总监夫人 所以说才有办法 这个TING还有今天有办法完全起来 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个 我们的AG 我们的助理总监 Jeky他非常的用心 整个团队的配合等等的努力 在这个这一段期间 大家都互相来帮忙 包括我们的这个 其他的分区 市分区 还有二人区的这个板桥北区 还有花莲的精英福人社 当然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基隆市政府的大力的来帮忙这一块 所以也能够促成这样的一个这个有意义的活动 在这里非常感谢大家 透过这场慈善音乐会传递爱的力量 福人社也透过奖助金资助基隆和新北多个社福团体 扩大公益服务 让各界感受到福人的公益精神 我们可以透过艺术让我们安静 让我们享受这个当下 享受我们彼此的交流 所以在这里深深的感谢3490地区 陈总监带领的团队 让我们基隆地区的身上团体 社福团体 公益组织 能够获得捐赠 能够获得支持 而且也能够来这里欣赏美好的音乐 深深的感谢 这场慈善音乐会吸引许多民众到场欣赏 希望用音乐带来爱与温暖 鼓励弱势族群追求梦想 勇敢坚毅面对人生的考验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